极端的男人喜欢打小报告 他收集了几年的资料记录 每天都会给名单的上级打去电话 大白对着电话念出名字 只因男人是共产党员 就应该立即解雇 大白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情 但如果男人还没被解雇 他会一直向上级反馈 在白纸打上勾后 紧接着又拨通了教育局长的电话 他翻阅名单念出投诉的教师 这次他选择夸大七词进行辞退 大白认为有问题的人都要被投诉和辞退 名单上被打上了最后一个勾 整个上午就打了11通电话 名单上顶多是值得怀疑的对象 但大白要的就是先发制人的效果 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 可是做的事情就连情报局也自探不如 多年来这些人就像邪恶的病君一样 四处游荡 打电话恐吓和揭发 这是权宜之际 大白兴奋正义终将到来 四点钟所有邪恶都会得到制裁 就在大白继续忙碌时 威廉太太拿着邮件走了进来 大白接收输不完的信件 威廉表示不能进行邮购事务 大白文言翻阅起收集的资料 抽屉里都是他认为有罪的名单 这里面正好就有威廉太太的名字 与丈夫结婚后全无政治立场 虽然没有颠覆性的证据 但初步结论得知两人消极的个性 随后他指了指满墙的档案柜 更深层的主要文件都被记录在那里 威廉被惊得瞪大双眼 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污蔑 大白坚信这是理性分析得出的结果 他要消除和毁灭这种隐患 癫狂的大白一掌拍翻台灯 威廉吓得急忙跑下楼去 此时他碰到了来寻找大白的玛丽 威廉郑重警告玛丽不要进去 大白有着魔鬼一般的报复心理 即使这样 他还是敲响了房门 大白意外玛丽的到来 在得知他的丈夫名叫卡斯后 大白热情地邀请 他进房间里 玛丽坐下后质问大白 大白摇头他根本不认识卡斯 他了解卡斯的背景 但他们从未见过面 大白清晰地记起 关于卡斯的信息 作为一个完美的外地人 他碰巧是最有瑕疵的那个 玛丽愤怒地起身表示 丈夫是敬业的医生 治愈和止痛方面 都是医院的佼佼者 大白激动地说道 还有死亡 他急忙从厚厚的档案柜中 找到卡斯的资料 1961年5月4号 卡斯在急症时任职期间 准许了一位老太太死亡 由于未能缓解压力 导致脑损伤 玛丽急忙反驳为时已晚 那时卡斯在照顾一半的病房 赶到那里 时老太太已经死了 大白觉得 都是因为卡斯不早点过去 玛丽文言也被气笑了 大白没有任何权利 对卡斯做出判断 却写出几十封信到医院 反复指责卡斯是凶手 时至今日 他都没从监狱里出来 大白见状怒吼起来 所有这些邪恶的事情 他都要挥动比肩进行制裁 即使听完 玛丽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大白要这么做 大白的回答异常简单 因为他们是邪恶的 名单上的人全毒有害 就像窗外的虫子和细菌一般 而卡斯正巧就是那样的人 突然大白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 他要将所有邪恶的人变成矮人 每个人都正好两英尺高 接着他癫狂地向天祈祷 见他如此疯匹马力 急忙跑了出去 时间已经快接近下午四点 一个男人急忙朝楼上跑去 大白郑重地穿上了西装 男人严肃地走了进来 他名叫霍尔 来自佛波勒 大白不仅给调查局办公室打去电话 还通知了消防局的全体人员 如果不是华盛顿的电话打不通 他甚至还要给总统透露秘密 大白严重怀疑 政府已经被左翼分子控制 世界上所有邪恶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他们准备发动全球性的究极阴谋 霍尔没有被激动的话带偏 他问起大白的秘密方案 大白没有直接透露 而是说起多年的研究 收音机电视和报纸 只是冰山一角 最有效的办法是深夜打去电话 不断吵醒那些可怕的人 霍尔冷着脸表示确实很糟 他再次问起关键的计划 大白激动地指了指时间 下午四点钟一道就会执行 世界上所有的恶人 霍尔疑惑如何缩小他们 大白吞吞吐吐说不出来 他只能解释是靠意志力 很快那些人就会像恐龙一样灭绝 霍尔终于绷不住了 他认真的问 大白是不食油饼 他的眼中看不到一丝荔枝 这些事情伯伯勒无能为力 就在霍尔想离开时 大白将他拦住 霍尔觉得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幻想 毫不夸张地说 大白很多鱼 因为早就有法律的存在去规定 佛波勒喜欢帮助民众 但扰乱秩序又是另外一回事 大白知道 佛波勒也被邪恶渗透了 霍尔不想听到废话转身离去 大白追着他 怒吼四点一道 所有邪恶的人 都会变成两英尺高的矮人 大白气冲冲地回到房间里 他再次为了一颗坚果给宠物 窗外的街道被邪恶完全侵占 大白将房间的门上锁 随后拧动时钟的发条 确保万无一失 此时终于来到四点钟 大白看着窗外兴奋大喊灵验了 万恶之徒都变成了小小的侏儒 突然大白的笑容凝固下来 宠物鸟再次索要坚果 大白竟然变成了两英尺高的小人 就连小小的核桃也够不着 宠物恶的不停叫唤 窗户和门都被他锁死 极端分子最终自食其果 大白也将会被饥饿的宠物吃掉